众所周知,近段时间全世界的目光,都被伊朗给吸引住了,大家都非常担心他们的命运会怎么样。 毕竟他们要与美国作对,不出其他,光是这点勇气,就让很多人坦服了。 但是,伊朗总统鲁哈尼,要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,也实属无奈,毕竟是特朗普想要逼他们入绝境的。 伊朗总统鲁哈尼白宫更是发布,不止所有国家从伊朗进口石油的禁令,要知道伊朗就是靠着石油发家致富的。 当然这不是所有国家都会遵从他们的意愿的,那些弱小的国家肯定就算了,他们自制没有能力与美国叫板。 但是对于俄罗斯这种大国,怎么可能会听从他们的指挥呢?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身,日版和印度这两国是美国的铁杆蒙了,但是他们竟然主动打响了反美第一炮,甚至强调,无论如何,都要与美国合作。 但是最后还是让鲁哈尼失望了,但是俄罗斯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伊朗,如今更是成了他们最强劲的支援。 伊朗石油但是很明显,俄罗斯本身也有很多的石油和天然气,如果伊朗继续这样下去的话,他们很快就会无论可走。 可能还没等美国发动军事制裁,伊朗就已经彻底毁了,鲁哈尼肯定是不想看到这种状况的,所以就选择用架架的方式来笼获人心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于这种方法真的这屡是屡像,毕竟人的心里都是谈便宜的。 现在伊朗宣布会给和他们长期合作的国家给予优惠,很明显这,是一个双赢的事情。 伊朗不用囤积太多石油,而进口方也不用花太多价钱,和愣而不为愣。 现在,伊朗宣布又选择和伊朗合作了,不得不说特朗普这一次真的是哑巴吃黄连,又苦说不出了。 接着,让它们 numer 6月份。 接着,让它们变成了很多텐优贴,所以是从头充倒的。 接着,让它们变成了很多组。 接着,让它们变成了很多的型感觉。 接着,让它们变成了很多古充范的方式, 现在,在这颗梯会来举输一门。 接着,让它们变成了很多温暂的东西。 接着,让它们变成了很多组合作的方式。 接着,让它们变成了很多人在讨厂方便变成了并价位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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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